哈喽大家好 我是马克 欢迎回到马克时空 6月初开始 美军的勇敢之盾演习登场 军演范围包括关岛和南太平洋地区 目前美中的太平洋角力持续升温 也延续到了南太平洋岛国 因此勇敢之盾军演以共军为假想敌练兵的目的性和针对性非常明确 今天我就来聊聊美军的几个重要的军事演习 包括黑旗和红旗演习 勇敢之盾军演两年举行一次 是美军的多军兵种联合演习 今年的勇敢之盾演习规模远超2020年 美国驻印太地区的海军空军陆战队和太空军 共1.3万人参与 还有15艘水面舰艇参加 包括雷根号 林肯号航空母舰 以及迪利波里号两栖攻击舰 共三个航母打击群 除了航空母舰舰载机 还有空军第36连队 共200多架军机参加 演习从6月6号持续到17号 作为只有美军参与的演习而言 兵力不可不畏多样 规模相当庞大 勇敢之盾演习 以关岛为中心 辐射到北马里亚纳群岛 帛琉群岛和加罗林环郊导弹试射场的广大区域 涵盖水下 水面 陆地 空中 网络和太空的庞大空间 这次美军还在西太平洋的帛琉首次进行了爱国者导弹的实弹射击 进行导弹的拦截演练 展现美军的防空反导能力 勇敢之盾的演练项目涵盖整个战争战役相当全面 包括联合反导弹作战 联合反潜作战 网络战和太空战 对远距离目标进行侦查定位追踪和交战 透过共同作战图像分享情资 展示了美军全球投送能力 联合打击能力和多功能性 这次演习也重点演练了现代的跳岛战略 因为太平洋太广阔 有些地区岛屿很密集 有些岛屿则相距甚远 需要训练如何建立野外网络连接 通信联络 火力分配 军机支援 展现已岛至海的能力 还有空中海上水下的立体登陆 两栖作战能力等 共军加大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活动力度 虽然共军要成为印太地区的主要力量 还有一段距离 但中共努力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因此从2006年起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编组勇敢之盾联合军事演习 针对共军的军事力量 发展可以应对的战术战法和技术程序 透过演习测试其合理性 验证其可行性 进而形成作战概念 编修准则教法 因为需要时间检讨和改进上一次演习的战术战法 然后再构想下一次演习的新战术 所以勇敢之盾演习只能隔年举行 而且凡是与发展美军作战构想和新编准则教范的演习 往往是没有外军参加的 勇敢之盾演习就属于这种性质的进阶版联合军演 美国各军兵种每年举行的演习多如牛毛 再加上与不同国家举行的联合军演 据说每年超过一千个 通过单兵种多兵种多国的不断演习和训练 再加上实际作战 美军与盟军才能够持续保持高战力和高战备状态 美国与盟友之间最大规模的海上演习 是环太平洋军演 两年一次的环太平洋军演 将从6月29号开始 在夏威夷和南加利福尼亚州海域举行 一直延续到8月4号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治理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丹麦 法国 英国 德国 日本 韩国 菲律宾和新加坡等26个国家 将派出38艘水面舰艇 4艘潜艇 9国的陆战部队 170多架飞机和大约25000官兵参加本次演习 环太军演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海上演习 历史悠久 开始于1971年 今年是第28届 目的是培养并维护合作关系 这种关系对确保海上通道和世界互联海洋的安全至关重要 环太军演最初作为美国和盟友对抗苏联的一个重要的军事演习 原本是每年举行一次 当时主要针对的是苏联的太平洋舰队 在苏联解体之后 美国和盟友面临的军事威胁大幅降低 环太军演也就被改为每两年举行一次 针对的目标和演习的科目也在不断的变化 目前主要是针对中共的海上军事扩张 环太军演的主导单位是美国第三舰队 2002年环太平洋军演的主题是能力适应性伙伴 重点是两栖登陆作战反潜和防空作战 相关训练计划包括两栖行动 舰炮导弹反潜和防空演习 以及打击海盗排雷清除爆炸物和潜水救援行动等 因为中共在南中国海与周边国家有领土和领海争端 时常有摩擦 这次的环太军演美国邀请了菲律宾 马来西亚 文莱 新加坡和印尼 这五个南海周边国家参加 而作为东亚的重要国家 韩国将派出199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军参加演习 而日本也派出可以搭载F35B舰载机的出云号航母参加 这次韩国非常积极的参加环太军演 派遣的舰队以马罗岛号两栖攻击舰为首 包括侍宗大王号和文武大王号导弹驱逐舰 还有一艘孙元一级潜水艇 一架海上巡逻机 两架海上作战直升机 九辆登陆突击装甲车和一千多名官兵参演 韩国国内认为 韩国海军已经从沿海海军向远洋海军发展 必须进行提高质量的训练 并与各国展开合作沟通 今后韩国也将积极参与这类的地区多边军演 今年环泰军演 美国还将出动四艘无人舰艇参加 此前无人舰队只是在美国海军内部进行了测试 如今可以在多国演习中登场 说明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无人舰队也将在军演中补充自动驾驶 与有人舰艇配合的相关算法 完善相关的实战能力 美军大力发展这种低成本的水面作战平台 有助于提升情报侦察和监视能力 美国空军作为世界上最庞大的空军 也是其他国家追赶的对象 如何保持战力和优势是美国空军持续不断的课题 为此美国空军每年有众多的军事演习 也就是各色旗帜的系列演习 其中红旗演习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但在两年前美国空军启动了黑旗演习 成为空军最顶级和具有战略意义的演习项目 黑旗演习从2020年创立 主场在内华达州的内利斯空军基地 内利斯基地是美国空军最重要的武器训练和测试基地 就在神秘的51区附近 而且红旗演习也是以这个基地为主场 在伊拉克战争期间 不少参加过红旗演习的美军飞行员都表示 实战的艰难程度还不如红旗演习 而2020年才创立的黑旗演习 就比红旗演习的级别还要高 那么黑旗演习牛在哪里呢 第53连队负责黑旗演习 参与了帮助整个空军建立作战能力和战术的重要任务 第53测试评估组要为A10、F15、F16、FR2、F35、MQ9、HH60和HC130J等众多战斗平台进行作战测试 黑旗演习更注重新式武器和装备 在未来战斗中的使用方法和能力边界 是对未来战争的描述和规划 2020年黑旗演习首次举行的时候 尽管演习规模并不大 但在演习中实验了新装备的AGM-158C远程隐形反舰导弹的应用 并且使用包括B-2隐形轰炸机在内的多个空军平台进行攻击测试 以验证如何让这款反舰武器实现杀伤效能的最大化 当时还测试了F15E多用途战机新装备的AN-ALQ-250电子战吊舱 这套系统号称能为战斗机提供全天候全方位的电子压制能力 能帮助战机提前发现来自海陆空天的威胁 然后可以自动并且智能的实施压制 让战机能在极为复杂的作战环境中自保 这套电战系统是刚刚装备美军的秘密武器 立刻在黑旗演习中被测试和使用 与红旗军演一样 黑旗军演一年会举办多次 最新的黑旗R2-1演习在5月9号到13号举行 还邀请了澳大利亚空军参加 澳洲空军派出了6架F3V隐形战机和一架E7A空中预警机 这是E7A预警机第一次参加演习 可以验证E7A预警机以F35这样的第五代隐形战机 在空战中的协同能力 有意思的是 最新的黑旗军演将E7A预警机安排在很远的地方 以测试这种预警机的极限能力 美军已经确定将采购E7预警机来替换部分老旧的E3预警机 因为美军没有装备这种预警机 这次也是测试E7预警机的好机会 虽然黑旗演习从创立到现在还不到三年的时间 却正在深刻影响美国各大军种的训练 和装备改进行动 通过实战化的测试 美国空军才能够根据数据结论 编写这些新装备的使用手册 然后大范围的推广 与此同时 新的测试数据和经验教训 也方便装备厂商升级他们的软硬件 使装备更有效 如果说红旗军演的作用 是让部队根据作战手册 来进行实战化的训练 那么黑旗军演就是编写这些作战手册的核心工具 相较而言 显然黑旗军演的内容更值得关注和研究 美国空军最传统和著名的是红旗演习 每年有四到六次 每次持续两到三个星期 从1975年开始 这项演习被美国空军当作年度盛会 除了邀请美军其他各个军种 还会邀请美国盟友出席参与演练 红旗演习的主场在内华达州 利斯空军基地和阿拉斯加州 埃尔森空军基地 实弹设计靶场位于堵城 拉斯维加斯的西北方 长190公里 宽110公里的范围 大约是瑞士的一半左右 足够演训单位来一场混战 红旗演习的演练安排 每年是由美国空军第五期联队 第141战斗训练中队负责 为了让这个演习非常逼真 如同实战般的操演效果 每次的红旗演习 敌方战术都不同 借此来加强美军 北约和其他盟国飞行员的 战斗意识与飞行技巧 顺便与盟国飞行员切磋技能 红旗最逼真的部分 还包括使用敌军的飞机 就是把演训战机图成 苏联或者是俄国的战机 现在更多是共军战机的样子 最近美军使用了F35 来模拟共军的歼20 红旗演习在射击练习上 毫不吝惜的使用实弹 还成立了一个子项目 年度国际空军炸射大赛 红旗演习分阶段逐渐升级 针对参演单位的制空与对地攻击等接战程序 空战战术与管制能力 进行测评和考核 除了借助高强度战场环境的训练 让飞行员积累更多实战经验 也能够增进航空兵力指挥官的 直管决策能力 现在红旗演习还纳入了太空 网络与电磁频谱工坊等部分科目 除了黑旗和红旗演习 美国空军还有成旗 绿旗 虚拟旗等多种演习 成旗演习被称之为原始测试 由加利福尼亚州 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 空军测试中心D412测试连队主导 演习重点是于有军设备之间的 互联生存能力和杀伤力 在庞大的数据网络中 成旗的作用是回答诸如 我的飞机能与这个东西通话吗 它是如何工作的等等问题 确保不同资产之间 所有的错综复杂的连接 都能够可靠的工作 最近天空伯格计划的 复仇者高度智能无人机 也参与到成旗演习中来 绿旗演习是一个季度性的活动 它由埃格林空军基地的 第96测试连队主导 这个演习更侧重指挥与控制 目的是证明五角大楼 新兴的联合权域指挥 与控制架构的有效性 将美国所有军种的传感器 连接到同一个网络 用数据链证明这些能力 虚拟棋演习则是 网络虚拟军事演习 由新墨西哥州 科特兰空军基地的 分布式任务作战中心主持 为美国空军作战部队 提供虚拟训练的能力 通过设计虚拟训练和 考核场景 评估参演部队的指挥控制 战术行动 以及武器使用的能力 虚拟棋演习与实体演习的 最大不同是 演习控制者能够随时更改 虚拟训练的内容和规模 甚至随时叫停训练 在实际飞行作业中 演习一旦启动 就很难暂停 也很难对训练步骤 和次序进行调整 而在虚拟演习中 飞行员能够根据演习需要 随时调整飞机模拟器的状态 以满足不同训练科目的要求 虚拟棋演习推出之后 便获得了空战司令部的认可 并要求继续扩大参演范围 而且每季组都要进行演习 目前每年四次的虚拟棋演习 已经成为美国空军 最重要的训练和检测项目 是美国空军目前唯一的 全系统飞机的作战人员 都能参与的重点演习 重要性毫不雅于红旗演习 由于没有物资消耗 虚拟棋演习的设计强度很高 一般会持续一个星期左右 参演人员和模拟器 基本上每天都处于 任务饱和的状态 例如在任务压力最大的 预警机阵位上 人员可能需要连续工作 超过15个小时 对300架次不同的作战飞机 进行指挥和控制 而在实际演习当中 预警机的工作时间 一般很少超过10小时 实际指挥控制的作战飞机数量 一般也只有30架次左右 此外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 模拟器也陆续联网加入了 虚拟棋演习 让虚拟棋演习 由空军演习进化到多兵种的联合演习 具备了更强的实战训练效果 甚至还有几个盟国也参与进来 提高了跨国跨军种的大规模 协同作战能力 切实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有时美国空军也会讲不同颜色的旗帜演习 联合举办 将更多的战斗元素交织在一起 使部队最大限度的发挥学习潜力 以此来考验部队在与高科技对手过招时 各种作战平台的杀伤网 集成链以及生存能力 有了这么多的长时间高强度的训练 美军才能够保持世界一流的战斗力 而且通过与众多盟国的合作演练 让美军与盟国保持了紧密的关系 也保持了全球军事的领导地位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马克时空 我们下期再见